何超莲婚礼出变故 赌王三房一步接受斗霄 陈婉真撒子女都不争气 近日 何超莲和斗霄的婚礼 可谓是成为全网热门 网友们都表示 这将是一场世纪婚礼 原本以为是一场完美无比的婚礼 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点变故 就是赌王三房所有人都不会出席 何超莲和斗霄的婚礼 不少网友们都质疑这是什么情况 要知道在赌王家族之中 三房的势力是最弱的 儿子何尤其也是没能够取到富家千金 所以当年陈婉华就将希望 寄托在自己的大女儿何超莲身上 不断地给他介绍富豪富上 哪怕是年龄不符合 但是最终何超莲还是没能够加入豪门 而是嫁给了一名消防人 所以赌王三房变强的最后希望 就只能够寄托在何超莲的身上 但是他却找了演员斗霄 要知道斗霄与赌王家族相比 与豪门相比 简直就是贫困人家 更重要的是 斗霄原本就是一名理发师出身 这怎么能够入得了三太陈婉华的华眼呢 不过和超莲和斗霄对外宣称 自己不想亲人们太过于操劳 所以没有邀请家里人 到时候会和斗霄一起回香港 和亲人们相聚 这样的说辞和解释 未免太过于牵强 想必相信的人也是少数 所以目前赌王三太陈婉真的三个子女 都是找了普通的人 三房想要翻身的最佳机会破灭了